今天終於到他們有兩部富士的模範 為什麼要試試呢? 因為被5D Mark IV挑起了我這個買多一部機的念頭 看看會不會在攝影路上有些衝擊 放心,Mark II我是不會扔走來 我是買多一部 由於要等同D850的關係 不如試試富士 因為有人在留言裡提過富士的顏色都不錯 其實我第一部單反就是富士的S5 Pro 但之後就不知是談不談身體 還是什麼就沒有出到新的單反 我SX Pro也見過有些假的照片但沒有出到 現在就有兩部無反 一部就是XT2 一部就是X Pro2 那有什麼分別呢? 我自己用起來就不是非常大的分別 就是在成像上 但是我就喜歡這個XT2多些 因為它很多東西 教的東西全部都在這裡 這邊就有兩個Ring 這裡有三個Ring 三個Ring的下面呢 還要有兩層 有兩個Ring下面就要有兩層 那其實基本上呢 我不用開個Menu呢 我已經大部分的東西都已經調整了 那我就覺得 咦?在操控性方面 這個都不錯 那還有呢 它富士自己的鏡子呢 又比較是 又比較是輕一點 就是 那些玻璃我也覺得挺漂亮 純粹感覺 我看上去的玻璃也挺漂亮 而且質感也不錯 但是因為由於 它只是就一個APS-C的格式去做 所以這支鏡本身的Size 因為這樣 可能可以小一點 結果那些相片拍了出來呢 我自己都覺得不錯的 以它這個價錢 加上它本身的顏色 有那種富士的味 我會形容它是 很漂亮很漂亮 很頂級的DC 就是很漂亮的數碼相機 但是 始終我用開單反 和單反是 我暫時拍到出來的相片 我覺得是兩樣東西來的 就是我看得出它不是單反 那當然 有人是 你可以不追求一定要單反的質感 你看到我的相片 那些相片都看到 景深啊 光圈啊 膚色啊 等等都是 水準之作 尤其它又不是很貴 因為它現在是 就這樣官方定價 好像這個body 是九千多元 那些鏡子也都多選擇 那變成你 如果想 拿到一個新的system 因為其實 CANON這些會覺得 有些人會不喜歡 CANON NICON 會覺得 很記者 很做製作 很不是炭拍照 這樣 那我覺得富士 都是一個很有心機的品牌 那所以 如果 你譬如看了我剛才拍的相片 覺得 那些顏色啊 我會另外再上載 Sorry 真的 那些感冒真的還沒清 應該不是感冒 是CUT 我說我剛才拍了的相片 我會另外再 除了一條片你看到之外 另外會在獨海浮上的page那裡 放幾張出來 你們可以再細節一點看看 如果你接受那個顏色 那個質感的 我覺得 尤其是帥仔 那個外形 還有那個輕巧來講 那都可以 嘗試一下玩一下富士